9月11号一位小林联系孙老板要租用一辆宝马M4轿车 当天中午孙老板把车子交给了对方 租了三天价格我们价格是1200一天 大概9月14号车到期了 我们就租了三天嘛我就问他我说车子还去不去 他说晚点再说 我说我这有客户你给我劝一下 他说好去然后我说那你打个车款 然后他说晚点打 然后我就同意了 然后大概过了几个小时以后车款没打过来 GPS信号消失了 孙老板说当时拨打租车人小林的电话 了解车子定位信号消失的情况 对方说是车子在地下车库 因为对方经常来租车 算是一位老客 他就没有在意 结果第二天信号还是没有出现 他又联系了对方 我说要么我这边有客户要用常用这个车子 我们把车还给我吧 他说我这边叫代价格送过来 大概又过两个小时以后 车子GPS信号也没恢复 后续我就给他打电话询问这个事情 我说车子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他自己承认了 车子被他抵押便卖掉了 孙老板租给小林的是一辆2016年的金色宝马M4 新车价格大约120万 目前的二手车价值大约60万左右 孙老板介绍 他跟对方沟通后得知 车子抵押了7万块钱 他说车子 我承认我车子被抵押在无疆了 然后这样子 我说那抵押多少钱 他说7万块钱 他是非法抵押 他给什么公司买的吗 这个不太清楚 是谁把这个车接收过去的 这个也不清楚 找不到 我只能找到他 他跟我说车被抵押了 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 租车的小林发来和家里长辈的对话 小林说 我确实把别人车子押掉了 后来小林跟孙老板说 我先去找我爸 租车的人多大年 租车的19岁了 他平常就喜欢去酒吧玩呀 喝喝酒之类的 因为第一 他首先在嘉兴这边 他是本地人嘛 然后平常嘛 也算是熟络了 平常也有点走动 这个我说实话 我说完全避免是避免不掉的 因为我不可能揣摩每个人的心事 对不对 孙老板告诉记者 他和租车人小林的家长当面沟通过 但最终没有协商达成一致 现场拨打了租车人微信语音 无人接听 记者尝试通过电话联系对方 也没有接通 孙老板提供了租车人家人的电话 我那个儿子是有那么一回事 把他们租了给押了 是这样一个情况 你儿子这边是怎么接触到 他们这个抵押这边的 你了解吗 他们可能也是说是朋友介绍 或者怎么样的 现在哪要变十万 租车人的家人承认 私自把租赁公司车辆 抵押的行为有问题 但同时也对租赁公司的出租行为 提出了质疑 孙老板表示 租赁公司是租车人本人签的字 对方之前找他租车时 也提供了驾驶证 最终双方没有达成协商解决此事的方案 目前孙老板已经把情况反映给了警方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